信佛 无爱行者身弃真心力的障眼 而莫知所为 往往也为在这个性自上 以种种相 生种种障 与行者不相应心形更悟 借助这些凡夫执照全面扩会行者对佛法的信力 与行者出入佛门时 与行者遇到真圣时 与行者点闻正法时 与行者想要思维佛法正理时 与行者遇实际行持时 与行者快要明误真谛时 与行者功德上身时 与一切时 他们都在盘查 盘查每个行人的内心 还有什么样的盘根错节 还有那些强盛的凡夫意识 还有哪个角落是保持不松的世俗之境 那种地方正是他们的盘踞栖息之底 他们会在这些用凡夫我只构成的土地上着弩 并以此为根据地渐渐扩大地盘 一点一点可使你心中原有的真性光明领域 或许他们显现为一种思潮 一种汹涌舆论 形成一种使你举步维艰的困境 让你因为聚而放弃对真谛的信从 放弃智慧清晰的民间而甘愿随波逐流 或许他们显现为某种到谋岸然的说教 迷障你的走法眼 不知不觉依从他们邪恶贪欲的目的 或许他们显现为世俗忙碌 让你完全没有时间行持佛法甚至思维佛法 或许他们会显现为某种极具优厚的利益 让你在他面前拍念真生 彻底忘记佛说的一切真理 或许他们显现为一种权势 带给你强大的压力压制你的正面 让你被邪禁牵引 或许他们显现为一种荣誉或尊严 让你为了捍卫他 不惜采用邪行 或许他们显现为一种逆境 纠缠你 将痛苦悲伤愤怒等等剧烈的情绪冲出你全部内心 什么样的真理都被你丢到十万八千里 或许他们显现为现实的需求 习惯的喜好 美丽的执着 丑陋的勇气 难离的恶友 不可侵犯的骄傲 难以放下的面子 等等等等 一种种伤 收种种账 知道你的每一个心念上都占着他们的兵力 你的整个心灵都被他们侵蚀 他们就满意了 因为你已经彻底被他们俘虏 你已经不再采用佛说的行持法对峙他们 你不再真行 也就丢了真心 你满脑子都是世俗执念 你的心念行为所相应的全是世间八法 邪知邪见 此刻你纵入宝山也是空无所得的结局 一座道场已被破坏 一切佛陀原教于此行者都不再深用 莫知目的达成乙 当如何是好 如何铲除这魔障领地 很有意思 魔最醒障壁的是佛弟子的性力 而驱除诸魔的力气 恰恰又是这个性力 说无垢称经书说 有性根骨 万善因此而生 有性力骨 似魔不能屈服 性如水晶珠 能清灼水 为什么 因为真性力是驱魔的大力气 因为佛陀教言正是用来对付众生的迷惘 执着等诸轮回购病的大善法 佛陀教给众生的 正是如何铲除那些用凡夫我之构成的心事土地的方法 一旦行者对佛的教言生气真心 则必真心 一旦真心 凡夫执迷心土即刻被画灭 真心意法 画灭依处 真心意法 画灭依处 直到处处都是佛陀所属光明智慧领域 那时 莫到何处欺居 正因为如此 大圣及菩萨学论说 性能超出诸魔景 显示最上解脱道 性为不坏功的种 未能增长菩提苗 性为出生圣之门 那么 性从何处生 不从外面生 从自心中生 怎么生 主动自我熏习生 常于尽触思物正法 深切领悟法义 深切善思心形 便佛法之相 便虚我心 把持自心 观省自心 长自发心 增上愿力 称赞佛德 以持法教 处己罪念 观无常苦 生出离愿 求佛珍宝 真心理生 常观无常轮回苦 常见众生苦处正 常念佛陀之无量 常想我佛大悲神 常赞佛陀拔旧功 义佛功的心理生 是我无常苦报身 放下我植入教门 百千万劫遇参佛 物诗光明成就灯 修行大法教我行 八基双七松之根 植土松幻摩无拘 正性真行 必摩门 正性敲佛碑之源 强佛法交出真神 如法造化身口意 依教真行上功神 上业主必摩奈何 摩觉法要性力真 性力生实摩君穿 性力真实摩无门 性力生实智慧增 性力真实圣位等 4.真行者真性 有真性力的行者是不同的 佛陀对宇宙万法真相的教研 他毫无智障的全部真性 深深铭记 因而他不会在乎世俗心衰 名利是非 好坏对错 苦乐融入 因而他不会认为现实世界的物质 和精神需求有什么值得 保持不放的价值 因而任何来到他面前的世俗境界 他都会用佛说的真理 照出他们的原形 如何处理轮回 如何度脱众生 是他唯一要追寻的事情 我知道这样有真性力的行者 每天徒步四十里来到上师注定 只为听一句法 听完这一句在徒步四十里返回 每日如此 终究学成大法 成为一代宗师 我知道这样有真性力的行者 从普陀山开始 三步一叩拜朝拜到五台山 土中到尽河里淹死 一个乞丐将他救活 醒来后他接着拜 历时三年不变初衷 终于拜到五台山 钉给建文殊菩萨真容 我知道这样有真性力的行者 即便身处捞狱也不放松行持戒律 上个世纪中国文化革命年代 这位僧人被红外兵抓起来 强迫他吃肉 他便拒绝进食 四十多天厘米不进大座产定 我知道这样有真性力的行者 已不易成头礼拜三世多劫羌佛 无论骄阳烈日还是倾盆大雨 环台湾岛礼拜一千多公里 拜到观世音菩萨亲自出现于虚空 在叹齐礼佛功德 我知道这样有真性力的行者 弃绝俗是繁华享乐 身居山谷几十年只未表率于众身修行成就 并历史有身诸宁绝不踏出山谷一步 我知道这样有真性力的行者 逃亡到深山十几年 与猎户野兽为伍 却始至不渝 默默行持 忠诚以待禅门祖师 我知道这样有真性力的行者 在牢狱中 没有半分疑惑 兴奋真行 两月后修成此法 化红光飞升佛土 我知道这样有真性力的行者 当诽谤三世多解枪佛的恶浪冲击到他面前 他哈哈大笑 趁以无稽之台外也有丝毫动摇 因此真性功德 他上宫时 佛国圣品进降临功气之中 我知道这样有真性力的行者 待众身受苦 真修苦行 以写书经 血流干了便报佛像痛哭祈求 先写盾又充满全身 如此用血血核桃那么大的字体 写完三部佛经 他歪心供佛带身受苦 将自解活活烧死在寺庙大殿上 医生判定他彻底死亡 三天后 他却奇迹新转 完好重生 我知道这样有真性力的行者 做苦力 背石头 房子修起来又让他拆掉 修起来又让他拆掉 反反复复 被折磨的皮开肉绽 鲜血淋漓 肉体的痛苦 精神的折磨 什么不能夺毁他对佛法的真性 终于障眼摸除 求得大法 成就未明正佛时的巨盛 我知道这样有真性力的行者 无论什么样的诽谤 挖苦 谩骂 打击 磨难 他们坦然承受 为有一刻放异行持 如法而观 如法而行 只似自己因果业报 不曾半点向外称远 我还知道很多很多有真性力的行者 真的幸福 是心的彻底归属 是将佛陀的法意深入反复地琢磨 正确理解 以它为标准来取舍 塑造自己的一切心形 将自己全部的思维 心念作为它的土壤 让佛法的标准在这片心土中深深着根蔓延 让它茁壮地生长 生长出一种强大而坚实的性力 一种不为世间巴发所生一切 张业之力所动摇的坚定力 一种能用此性力拨开所有 孤面而来的外向纷扰 将此佛法准则作为唯一则决标准 唯一行为原则的定性力 从古至今 所有修的大成就的圣者 其成就圣果均来源于 一百者不摧 坚定不移 不者不扣如法师师弟的真性力 他们真信自己是轮回的病患 真信世界是无常坏灭的幻境 他们真信人生是痛苦的果报 真信佛法师致病的圣调 他们真信佛陀有无边的卑职 真信依佛所教 如是奉行 才是唯一的解脱正道 我用意称呼那些真修行人为行者 因为他在行 在依佛教界真行 说明他对佛职所说功成真性 他是珍贵的 上品的 真行者真性 信佛 这是一个重大而非常深远的课题 愿非拉真此番茄术所能到尽 只是抛砖引语 希望大家能借此静下心来思考 我们经过百千万劫的磨难 才终于有机会遇到三十多劫 羌佛的如来证法 但反观自己 对千佛之正法教会我们到底剩了多少真信心 到底把这些法意用到三页上没有 只有这样深入的自查自信 才不知昏昏然被一些自以为在修行的假乡所迷障 冤枉白费了宝贵的十日 才不至于等到自身坏灭临头还没弄懂学佛的真实含义 那就太晚太可惜了 我们应该经常思考这个问题 我真的信佛了吗 在请行者铭记 信佛 不仅是信佛时有 更重要是信佛教研 而信佛教研表现于哪里 表现于具体如法的行 因为真信必定真行 真行方能表真信 后继 文章开头说到的那位行者 他本是个真想修行的人 只是无名正盖他不了佛陀真意 自那次对话后 他若有所思了好些日子 后来很长时间我忙东忙西 甚少与他见面 仅前不久偶然见他读作 到场树下诵读什么叫修行 不时抬手擦拭眼泪 当时应有法物 未及上前询问 大约一月前 护建邮箱里有他发来的邮件 是一封发自肺腑的短信 你不信佛这一句几年会知不去 却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自己思考一切 判断一切 处理一切的方法 大多数不是佛说的那些方法 原来 我真的没有信佛 最近用什么叫修行一点一点照自己 每照一遍 就对自己都一点难过 原来 我真的聘了自己十几年 也敷衍了佛菩萨十几年 十几年诵经 让佛打坐都在白费时间 我什么都还没修 却总是把修行挂在嘴边 佛说的成就方法我都不实行 却大言不参自己信佛 用修行法照自己 一直照到放弃了心理最后一丝抵赖 终于看清 原来我连个信佛的佛教徒都还算不上 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以后 我哭了一整天 我从现在开始真的信佛 希望还来得及 行者 因为你 我终于落实了这篇一直想写的文章 因为感动 我把你的信函再次公开 请勿则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